運動褲不外乎是肉類 絞肉 排骨 秋刀魚 海鮮類 所以這些我們到底要怎麼來擺放呢 今天大家有各自的PayPal 是的 擺得對或不對 我們也請專家好好解釋一下 好不好 來 第一位 我們針對了肉跟海鮮 來 只有姐 那像我們家的肉 最重要的是肉 我們家一定就是分裝 分裝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合成 可是我們家最多是因為 魚貨很多 因為我公婆做海鮮 你們有自己的漁船嗎 沒有到有魚館這件事 我們家只是有一個冷凍櫃 冷凍櫃喔 對 我有一個冰箱 但是它全部都是冷凍櫃 那今天這個魚是比較小條 你知道我們家那種 比如說你買白鯧魚 如果你們家的塑膠袋是比較短的 你知道老人家有這種 以媽會露出來 對 他就捨不得拿兩個塑膠袋互套 他就會這樣套一半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 然後就拿去冰了 那你這一節是不是就在外面了 對 所以我後來有跟他們講說 你要嘛就多套一個塑膠袋 後來我就跟你講 其實塑膠袋是死的 魚也死了 對 魚也死了 我們可以怎樣 人是活的 我們手是活的 你就給它角度調一下 它可以躺斜的 對 它沒有規定 你一定要躺直的 對嘛 對不對 那你就把它這樣折起來 我就會稍微把它折好 那我很堅持就是把它捲著一條一條 相當好 那肉類呢 我們家我都是比如說像回來 要嘛就把它煮起來 煮起來 小肉對我來講我回來 我一定要嘛就把它燉好 比如說燉瓜子肉 或者做那個獅子頭 就是做完之後變成熟食 再冰 再把它動起來 那我們買比較多的就是這一種 五花龍 我們家最多一種 那你也會先料理好才冰嗎 不一定 因為像通常這種肉 我們家買回來是買多少 你知道嗎 炭蜘蛛 哇 因為五花龍的一半大概這樣 一條這樣這麼大 今天陳老師都說像以上 陳老師冷靜 冷靜 我們家很多人 那回到家怎麼辦 我們來就三老金啦 沒有喔 像我就會開始分 如果真的很大片 我就會多切兩條是正規的 有時候因為台灣我們會拜拜 那我就把它切兩條是直直的 但是一定也是 就是塑膠袋把它包 然後我就一樣 我原則上我都用捲的 捲的因為我覺得要把它折 一定要把它折掉 就是上面的頭 不要是有機會會翹起來的 你不能很懶惰的只這樣一折 不行喔 它還是會翹起來喔 不行 因為空氣還是會 那個冷凍還是會進去 這樣子 你要嘛用大一點可以把它 它還是會乾掉 會裁掉 它變成熟 不會 然後我就會把它弄這樣子 然後我會怎麼樣你知道嗎 再放在保鮮盒 好 那就拿著你的肉 我會加的嗎 放哪裡 冷凍 魚我一定是放最上面 最上面 好 放在最上面 所以原則上 我魚跟肉我不會放一起 我肉我就會放在 有一個保鮮 如果有保鮮盒就放保鮮盒 沒有保鮮盒的話 我就會就這樣 然後一定壓平喔 因為壓平你疊起來 它才不會疊到 可是問題是說 你看你東西這麼多 新買的跟舊的 所以魚我覺得 在最少兩個禮拜內要把它吃完 肉擺到一個月兩個月 兩個月 我都還可以接手 但是絕對不能拿出來退冰果 如果退冰果再冰 這次我一定丟掉的 OK 所以只有解的這個擺法 現在大家知道了對不對 待會兒我們再找專家來幫你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因為其實我們沒有到說 有一個整個的冷凍 我們就是一般冰箱 有一個專門的冷凍 其實基本上回來之後 如果是買像這樣的肉類 肉塊的 或是整條 其實整條的 我覺得就是稍微把它處理一下 然後 怎麼處理 其實有時候回來 我會先檢查它上面的毛 什麼的 你會檢查這個 對 會 再把它拔乾淨這樣 就是會稍微先整理 因為其實你有時候 拿出來冷凍的時候 你真的要拔還拔不動 對 就不好處理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要冷凍之前 我會先整理食材 像這種肉塊類的 我就是回來之後 因為其實不會只買這份量 通常你一定是買一大盒 或是一大袋 那我就會依照我們當餐 會適合的份量 然後我會將每個肉塊拔 就是攤平它來 攤平啦 變薄就對了 對 就是它不是兩塊兩塊 或三塊重疊在一起 或是一個球狀 像這樣子分裝好之後 我覺得第一 如果你是用這樣的塑膠袋 它疊的時候 很好疊 對 它就像一個磚塊一樣 一層一層一層 心臟的 我都沒想過這些 沒想過 因為我有疊過母奶 所以就是 其實母奶米亂裝的話 很難分 就是分裝 所以一定要把它就是 送進去的時候 它就是平的 那如果你今天分了三份 你就可以很好 那你一球的話 它就佔了一個很大的空間 對 但是重點就是 因為我自己可能有時候 比較懶 我就會直接把那個 比如說我們買的 這上面 我們都會有一些標籤 跟它的製造日期 對 直接把它試下來貼上去 是嗎 我會剪下來 然後我就會貼上去 漂亮喔 你看 像這個有沒有 因為這樣你不用自己寫 這樣直接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然後比如說你三代五代 你就是疊在 然後其實你就大概知道 一目了然 那你今天這個拿下來 你取出來 你這個就拿下來 再貼在上面的那一個 再貼上面那個 對 再把它貼上去 這樣子 有自己的管理辦法 對 魚 你也有這樣處理嗎 其實魚也是會 然後我也是會 就是反正先處理 但是通常如果是這種魚 我們冷凍之前 我們冷凍之前